欢迎回到Blind in the Kitchen 欢迎回到Blind in the Kitchen 今天我想煮一样菜是特别一点点 因为呢有一位朋友在澳洲 他叫我煮这一道菜给他看 好不好吃他也想学 今天我想煮的是 鱼 好吧今天来看一看我到底想煮什么鱼 他就是我们的主角了 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你知道吗 他的名字叫做金凤鱼 或者叫红非洲 非洲鱼有分为两种 那就是黑的跟红的 黑的呢有一点点味道 好今天就让你们看看 盲人怎么处理这条鱼 好了清理完了 那么我们就要下一点盐 记得你一定要把它抹干 抹干了撒盐 差不多一小茶匙 不要太盐 不要太咸 OK然后呢我们就下了这个就是黏米粉 OK 英文呢叫做Rice flour 为什么我要下呢 因为要给它脆脆的感觉 等一下炸起来 我的鱼已经做准备好了 现在我来介绍大家我用的是什么材料 还有今天呢有特别的安排 因为有些朋友呢还是不相信 林北 我是盲人 今天我要戴上了一个Eye Mask 然后我切东西给大家看 很快的我今天有蒜头 有大葱 有Tomato 还有这个是黄瓜 还有主角就是芒果 我切了东西 刚才你们都看到我在穿那个眼罩 相信了吗 我是盲人 接下来呢 我就是要开始炸我的鱼了 它的酱料 它的酱料 鱼已经炸好了 锅也烧了 现在来炒蒜头先 蛋头已经炒香了 我们就加Tomato paste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要放的呢 就是大葱 Tomato 还有黄瓜 最后就是要放芒果 因为我要放最后才下 因为我不要给它这么熟 太过熟过后 全部东西都会变成冷啪啪 接下来呢 就是要调味料 放一点点 放一点点糖 因为呢 Tomato 是酸的 我们放一点点糖 那么就好了 好了 今天我的鱼已经煮好了 我的鱼呢 它的名称呢 不是糖醋鱼 我的鱼呢 算是酸也甜 也有带点果味的 Tomato paste的鱼 好吧 很对不起 要跟你们说一声 因为今天好像有一点没有礼貌 我穿着那个眼罩 来跟你们聊天 现在我已经把它拆掉了 好 现在我开始来试看 我的Tomato paste的鱼 好好吃 真的 我的鱼炸到很香 脆脆的感觉 还有加满芒果 我不是用黄梨 因为我改变了一点点 很多人都会用黄梨来煮 可是呢 我是用芒果来煮 然后选择最后的时候才下 结果它的芒果是不会变软 而且还是有那种口感 好好吃的感觉 好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Subscribe 订阅我的频道 好不好 谢谢大家观看 大家来一起吃 拜拜 下一次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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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